Hello大家好 朱昌奴 治安警今早公布 昨天復活節年假第一日 入境澳門旅客近8萬4千人次 成績相當不足 相信今天星期六會有更多人來澳門 可能會突破9萬人次 不一定 來澳門有人選擇即日來回 但不少客人都會過夜 所以昨天傍晚見到金剛大道 街上多了很多人 尤其巴黎人門外巴士站一帶 真是少見 疫情時找個人見面也沒有 傍晚時分在喜來登酒店那邊 熱鬧了 大堂人來人往 不少得一家大小推著BB車 最誇張大批旅客一丟二軟拖著行李 排隊check in 看這樣的環境 打完蛇餅 起碼要一小時才能夠進入房間 看客人的穿妝和氣質 有些是內地客人 但不少應該是港客人 喜來登的級數屬於中等 房間400-500呎 平日1000元晚左右 如果今晚星期六入住 貴一點 2400-2500元連稅 復活節 加上今晚星期六應該是最貴 下星期一就會回落到千鬆點蚊 鑽石圈來瘋磨 但幫助寶專營鑽石直銷 款式漂亮 價錢正 服務好 好有人情味 幫你輕鬆地買到合心水的鑽介首飾 表達對至愛的承諾 令至愛帶在心上感動無價 還有他們九成半的飾金產品都不收手工費 蛤? 假才知道啊你? 還不來高士德大馬路六十八號帝幫珠寶 看看愛的光芒盡在帝幫 有興趣立即加群問一下 好我們繼續說 看完喜來瘋再走去新豪影會 看一看一看 一走進去 這間餐廳就爆了 居然 少有少有 再走進去大堂 人非常多 你看看 這邊明星會酒店 康坦也是打了蛇餅 check in 不過如果你今晚入住 貴過喜來瘋 今晚要三千一元年稅 巨星會那邊應該是更貴的 但都見到很多人在排隊check in 這些樣子有點像土豪 新豪影會的好處是很多設施 適合小朋友玩 所以比較適合一家大小 帶人去玩兩手的時候 小朋友可以吃東西 又有很多東西玩 有水上樂園 澳門上個月酒店平均入住率大約七成半 今個月有復活節這個檔期 所以酒店的平均入住率如果有八成都有交代 四月份的賭收不知會不會再升 但多了人來玩 肯定對零售餐飲有好處 會做多了生意 好 這集就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尾節圖以為吧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集見